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与风行沈黎素雅妆容出镜 真的是越素越美 一颗到底 没等到与凤行开播 但等来了赵丽颖沈黎白衣造型 素雅妆容来袭 这绝美地妆容属实让人看了上头 你永远可以相信赵丽颖的古装 凌云直上 读她一人敢与天斗 五枪细火 凤凰于飞一月必仓 与凤行还未开播 但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剧情简介过过瘾 上古神远 世间之于最后一个神君行止 传言 这位行止神君数万年来读居天外天 无情无欲 仙魔大战中 她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 此后更是渡门缺少 神宗难觅 数百年不过谈指尖 身为魔戒贤诸而生的女王爷 在她千岁诞辰之际 正至联姻的魔爪劈头盖脸地挠过来 逃婚路上 沈黎被打回凤凰原形 负伤坠落人间 重伤昏迷之际 凡间小贩将她当作肥鸡 拔光了全身的毛 关在笼中待寿 沈黎醒来后被此情形弃了个扬倒 却又无计可施 正面头搭脑之际 一个轻衣白伤的清秀男子路过 若有所思地盯了她许久 随即笑道 我要这只 两人的命运被一场看似不经意的交易 紧紧地扭结在了一起 自从清云之后已经很久 没有看到赵丽颖主演的《玄幻仙侠》剧了 赵丽颖在其中饰演的 碧瑶真的是一难评 从剧情来看与凤行这部剧 赵丽颖所扮演的角色的性格和碧瑶很像 期待赵丽颖的沈黎在这部剧里大放异彩 从路透中的白衣造型来看 已经被满满的仙气溢满大脑了 从照片来看 白衣透露出的是一种仙女范 比起其他颜色的衣服更加稀情 再配上急腰的长发王者的气质瞬间爆棚 还有那双不管何时都充满灵气和坚定的大大眼睛 更把自信流露了出来 素色的妆容搭配一席白衣 给人一种清冷感又不失仙气 既舒服也养眼 这身装扮真的和沈黎绝搭 从角色塑造来看 碧苍王有着清澄之貌 有着不染尘埃的笑容 看着碧苍王的笑容 我仿佛觉得整个人间都湿了颜色 任凭人间繁华芬芳富裕 我独恋避仓王衣抹笑容 在被白衣吸引的同时 这件紫衣流苏又把俏皮灵动舒展了出来 相比赵丽颖能够驾驭七彩的妆容吧 而这个造型沈黎的腰虽细 但一定很有力量 再看这个沈黎拖住碗的千千玉手真的动人 这部剧是赵丽颖与林更新二搭 古装剧一直是赵丽颖的强项 相信这次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等着赵姐的拿手好戏 不过宇文月在湖里泡了这么久 什么时候捞呢 粉丝们可都等不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